这是个神经质家族 妈妈小金有强迫症 地毯非要履职才舒服 桌子必须干净 放本书都要唠叨半天 舅舅喜欢恶作剧 在冰块里藏蜘蛛玩具 给肥皂涂上墨水 整人越狠越开心 小姨子嗜酒如命 偷偷在防晒霜里倒酒 每天喝得醉气熏天 爸爸大傻爱偷情 至于喝水偷 不难猜出一会儿揭晓 外婆则话多爱放屁 唯一没什么毛病的 只有女儿 今天是外婆的生日 一家人特地举办了派对 派对开始前 小金干着家务 忙活不过来 想找大傻帮忙 找他半天都没找到 结果一挪开蛋糕 原来大傻平时给舅舅整惨了 今天特地藏在蛋糕里 打算报复回去 不一会儿 外婆带着舅舅两口子来了 大傻赶紧躲了回去 小金带着舅舅 让他拿起蛋糕 外婆却打岔 说要先合个照 小姨子顺势给蛋糕点上蜡烛 刚要合照 女儿来了 一阵叙旧后 舅舅举起相机 刚要按下宽门 外婆又突然打岔 说要给孙女看贺卡 现在立刻马上那种 小金眼尖蜡烛越烧越短 内心十分慌张 这老太婆怎么还没讲完 再烧下去 老公岂不是要惹火烧身 等不及外婆吹蜡烛 小金就上前吹灭了 大伙扫星的去忙别事 小金赶紧拿开蛋糕 瞧瞧大傻这满脸咒怨的表情 真是整人不成 反被整 大傻为了不被怀疑 自己走出来 换小金进去躲着 刚叫来舅舅准备整骨 舅舅却毫不理会 反倒拿来录像带 聊起颜色话题 大傻直飙冷汗 老婆就在一边听着 这一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晚上又要跪榴莲了 话题聊到一半 小姨子也进来了 她骂走舅舅 对着大傻一阵聊骚 乌言晦语 尺度比舅舅聊得还要大 原来大傻的偷情对象 就是小姨子 小姨子最易上头 指责她这么多年 都没有娶自己回家 大傻怕得要死 支支吾吾掩饰半天 要我是小金 听到这些早就跳出来 给他们一人一刀了 小姨子越来越过分 甚至在全家人面前 扬言要当外甥女后妈 女儿迷惑不已 不停询问缘由 大傻忍不下去 大骂着让小姨子滚蛋 舅舅也及时出现 叫走了小姨子 其实她早已知道 两人的勾当 一直都在睁只眼 闭只眼 至于为什么一直隐忍 可能有关男人尊严的问题 就在局势紧张之时 外婆却拿起尖刀 直接往蛋糕桶去 大傻给吓出了屎 觉得小金完蛋了 然而小金却从背后走了出来 原来她蹲得腰酸背痛 早就出来了 之前发生的事情 完全没有听到 大傻这才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外婆吃了 动有蜘蛛的冰块 噎住了 全家乱成一团 不知所措 小姨子洗了把脸回来 脸上却沾满了墨水 舅舅想拿电话叫车 结果摸到插座 直接垫倒在地 大傻还在跟女儿解释 她和小姨子的事情 结果给女儿蛋糕糊脸 直留小金在认真救人 说时迟 那时快 医生立马找上了门 本以为她要救人 结果 原来这个医生 是舅舅请来的演员 看来不是什么时候 都是和恶作剧啊 幸好外婆平安无事 但大傻却要后悔终生 小金带着女儿走下楼 他们已经从舅舅口中得知 大傻背地里的勾当 母女俩不给大傻解释的机会 头也不回的闭门而去 留下大傻站在原地 风中凌乱 所以说人做了亏心事 早晚都会迎来报应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